在接受采访时,前NBA球员吉尔伯特·阿里纳斯,谈到了著名吃枪门事件,加瓦利斯·克里坦顿和贾维尔麦基在飞机上打牌。 贾维尔赢了,飞机落地之后,加瓦利斯跟贾维尔说,你就这样赢跑我的前进而完善了,你连个真男人都不敢做,不敢给我个机会,让我把钱赢回来,我可不干,你这样的做法,要是在大街上是要挨打的,我就说,加瓦利斯,等你上你的车的时候,我会把你的车烧了,然后我们会再找到灭火器把你救出来。 他就说,是吗?那我就直接射你呗。 我就说,是吗?我给你大枪,看你敢不敢射我。 据报道,当时,阿里纳斯带着四把没装死弹的枪到了更衣室,加瓦利坦顿去一指,阿里纳斯说道,这是我对于他装备的回应,你说你要射我? 好,我给你大枪,不过瓦利坦顿当时回应说,不用了,我不要你带的这些枪。 我只有一把,克里坦顿的枪是装了弹的,不过后来双方都没开枪,阿里纳斯继续谈此事,这跟赌博输赢的是没关系。 这就是在我输钱的时候,我受不了喷垃圾话,这就像是有人每个回合,都在你头上得分。 我是一个很专业的垃圾话选手,我可以输四万美金,但要是我用话语激怒一个人,让他感觉自己输了两万一样,我就高兴,我就觉得自己赢了。 我就不认为自己是当晚最大输家。